哈囉 各位好 我是企鵝 那我們這部影片是來跟大家一起看 這是殺攻一到死神初日的感想 那這是殺攻一 殺攻一的話呢 這個就是帶友情除角直接開炸 你甚至傳送跟魔法陣都不用管 就是在友情的除角炸一炸你就過了 難度大概介於救急到機救急 你就想一下 你平常打合作的關卡 你可能在救急挖那個寶珠對不對 合作救急武科 然後你帶一些儲具進去打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 這個第一神很快速過掉 然後殺攻二的話呢 這邊建議有掃雷減速幣的對伊斯珍角就好了 不一定要目屬性 就是你只要是掃雷減速幣 什麼瑪娜啊 福爾摩斯啊 阿姆羅啊 熊熊啊 你都可以帶 因為這邊你只要把硬棒棒殺掉後呢 其實就蠻輕鬆的 甚至說你可以帶奈特菲亞啦 假如說 因為你只要 其實只有硬棒棒擋路啦 那你把硬棒棒殺掉後呢 這個改進線一出來啊 這個隨便殺 你友情傷害也是很痛的 前面的話都沒有什麼屬性倍率提升喔 其實像當初初日的未開大地蠻像的 當初初日未開大地啊 也是1到85 難度印象中是還好 頂多就9到10比較難 但是過了五年後啊 其實角色 數量變多了嘛 你就發現其實你只要限制 只要是兩個陷阱後 然後沒有開任何的屬性倍率提升的話呢 就會變成一票角色都能上去打 一票角色都能上去打 所以這次未開著殺弓打起來就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快速的東西 我1到10層打完全部只花了一個小時 所以對於每個月當要拿資源的人 我這個是建議不要放過 尤其是現在還沒有到很難的時候 你未來 可能在未來過個一兩年吧 可能到20之後可能那個難度就會慢慢提升上去啦 這是殺弓3 殺弓3的話這邊你就把一些有這個 火屬性的牆角帶進去 這個陣中王劍噴一噴 那就好了 傷害B基本上也不用理他 因為你被燙死的時候 應該說 你被燙傷的時候 你王已經死掉了 呵呵呵 這種感覺 無視傷臂這樣 好你看這邊 這個輕鬆炸一炸 好我們殺弓123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殺弓4 殺弓4的話這邊喔 這邊是我初見的隊伍啊 這邊 建議的話 就一樣是暗屬的反板塊的 強友情角 你打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我這邊是因為在初見 然後想說試看看這個 其他屬性可不可以用 所以這邊這個隊伍就長得比較畸形 不然 正常來說你打的話就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反板塊的暗屬強友情帶一帶 三圖啊 青霜啊 之類的 鐵飛啊 魔旗啊 打起來就很舒服啊 你看這邊是 雖然是有元素藥劑啊 不過這個露比的這個敵人咚 還是非常痛的 你看這個直接 硬尻 這樣咚 欸沒了 好然後呢 這邊 瑪娜的友情 瑪娜的大號令 你看這邊 不過是因為是火屬性 所以打的時候就 這個傷害就比較出不來 寶科中石狼啊 也可以帶 蠻多選擇的 好這邊神威鋼彈開個SAS 這邊也不難 也不難 你沒帶暗屬就打得慢一點而已啊 好再來是殺攻五 殺攻五的話呢 這邊也是 重力跟板塊 那重力板塊 你可以想到一票強角 什麼巴雲啊 正宗啊 克林姆啊 安娜塔西亞 烏烈爾啊 就亂捏一頭 就把你最除的重力角色帶上去 然後直接 撞一撞就過了 這邊我是想說 讓這個 亞瑟透透氣啊 因為炎炎的亞瑟 出到現在一直沒桌球 所以我就想說帶他玩 不然 你不帶炎炎亞瑟的話 你帶那些 我剛剛講的那些除角 直接友情炸炸就過了 看這邊 直歐 OK 像剛剛那個烏烈爾的環喔 直接轟一下 然後這個直接快 這個血量快間諜 前面一到五 我會比較快速做個介紹啦 前面一到五 因為前面一到五的難度 就真的還好 還好這邊一手 OK 好然後這邊在 亞瑟的這雙鼠友情 其實也是不差 算OK 好這邊 咚 就過了 好 再來來到 砂攻六 砂攻六的話是羅拔機制 那羅拔機制的話呢 這邊大家也不要緊張喔 這關 就是 非常簡單版的羅拔 那角色的話 我會建議說啊 如果你是 不會抓時間差的呢 你就帶 反射角 不是 應該說 反射或貫通角 而不是帶 反射巨能 或者說貫通巨能 如果你是比較苦手的人 因為 巨能這個東西 它會有時間差 就像這個 正宗打羅拔 我們打 打羅拔的時候 就不想帶這種反射巨能角 就會想帶 純反射 或純貫通的角色 類似的概念 但是這關的砲台倍率 應該說血量很低啊 所以 這個 角色夠強對不對 你直接轟 往這個砲台 往敵人身上轟就夠了 對 我覺得你直接 帶個預言家什麼的 然後把砲台呢 直接瞄準王 這樣就很快 我覺得是可以稍微無視一下 關卡想要我們做的事情 結果關卡想要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用這個砲台殺這個敵人 那這個敵人呢 以言殺掉後呢 它就會丟這個炸彈 但是 這關血量真的射的 比較低一點 所以就直接 直接這樣轟一轟 我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這是比較快的一個方法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隨鼠角色都可以打 把隨鼠強氣體加上去 好 像這樣 然後你看到 蹦 欸 王一出關 好 這是殺攻6 好 再來呢 是殺攻7 殺攻7呢 是根據血量 血量越高 攻擊力越高 那這東西啊 它是反射少的 那基本上啊 你就帶有對應線你的上去 那我這邊 目屬性的話 是推薦這幾隻 這幾隻都是不錯的 有些帶有恢復手段的 那一靈鋼彈最推來 因為一靈鋼彈這個 秩序戰戰投資 其實 加加速 在對這關 相信是蠻好的 那基本上也是亂練一通 你就隨便撞 有點像我們 有點像在打 更簡單的 李霸 李霸三二 我的感覺是這樣 更簡單的李霸三二 因為 少了那個隱形地板嘛 對不對 然後也是 這樣輕鬆撞一撞 好看一下 這樣 這個撞一撞 這傷害都蠻高 基本上你血量是滿的都很高 然後愛心地板也給的 血恢復量也很高 所以基本上 除非被迷倫廓搞到 不然中途有回到血的話 那個血線都會很健康的 都會很健康的 看這個回一回 這個回 回的是 蠻快的 好再來是殺弓八 那殺弓八也 殺弓八是 六到十裡面 我覺得最簡單的 大概就跟一到五難度差不多 就是也是撞撞嘛 就是它是簡單到 就是你真的只要注意一下 那個反擊模式 把論效果開出來後呢 你就 友情轟一轟這樣 你看像我這邊都反擊模式觸發 然後心愛 砰 然後直接轟一轟 就過了 你看像這邊 甚至說這邊 嗶 欸 王二楚怪 對 沒錯 好 再來來到殺弓九 殺弓九呢 是稍微難了一點 比較失角 那殺弓九的話 這邊試鎮 基本上就以暗鼠掃雷一轉為主 你看 命運高單又接 龍功事件又接 今年一堆掃雷一轉 尤其暗鼠超級多 那正中也可以 這關只有屬性提升而已 所以其他屬性帶也是沒問題的喔 如果你少了一轉 角色比較缺的話呢 我覺得正中也是個好選擇啊 基本上 那個球啊 那是隱形球 就是你打到它會隱身 那你就可以用友情去做觸發 一些速度比較快的友情 像命運的友情 你看其實 然後再來 它是想要你卡點啦 但是貫通也有貫通的好 王二王三卡點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那這部分就稍微 要自己抓一下 但是原則上就是利用友情觸發 然後呢 卡進去 那這邊直接用阿庫亞的SS 去 稍微就是靠了一點賽 就是強行用這個SS 硬吸 像這樣 砰 卡死 像正攻抓死 這樣 好那有人說 啊正攻這個卡點好難怎麼辦啊 那我這邊有去嘗試了一下 那正中拷貝流 那這關地雷 我覺得傷害是 還可以接受的 所以正中在無敵模式的狀況下呢 你在兩次正中配合彈跳回覆炸彈 其實是可以把血線拉回來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稍微去逃克 打起來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過這邊拷貝的角色阿就會比較吃一點的 會建議說阿暗屬的掃雷拷貝角 不用一定要反應轉臂 就是暗屬的掃雷拷貝角 知道嗎 少了一拷貝 基本上就是正中洞的時候去撞這個拷貝 去撞這些暗拷貝 然後拷貝洞的時候 這個去撞正中 拷貝去撞正中去回血 其實你這樣一來一往你的血量 基本上 不會 就是 我自己覺得算穩定阿 我自己覺得算穩定 就是還就是會活下來 這樣你用這種方式去慢慢做消耗 這樣就可以不用卡點了 這樣就可以不用卡點了 你看其實火屬性的友行也是算蠻痛的喔 就是 雖然不是暗屬性的話 你看像這樣 嘟嘟嘟嘟嘟 掛掉阿 9到10可以用拷貝留影節阿 我覺得蠻不錯的 看一下這邊 因為他有弱點阿 那其實 就也算是另外一種打法 這邊開瘋瘋 好這邊開開瘋瘋齁 用噴的直接噴死 好然後一樣撞正中 你只要記得這個正中阿 這個撞拷貝的時候撞得準一點 就好了 好你看像這樣 慢慢的把它去做消耗 攻擊也不會到太痛 好 好最後一下 正中拷貝留沙公9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再來是沙公10喔 沙公10就稍微 要玩一下機制囉 沙公10的機制是7代水紅機制 那這個機制有點像電流擊擊棒 就是根據你 撞到牆壁的第一次去射一個電流擊擊棒 然後你在就是 有四面牆壁嘛 你只要看到這個電流擊擊棒 就撞的時候呢 你只要 有撞到負數的 就是不同牆壁的 那它就會伸展開來 那伸展開來 你就是要一直嘗試去用 加速去ROP 因為它上面有給那個向量加速壁 用這種方式去 稍微對準落點 你可以把它想成有點像 麥奇砲台的延伸 冒奇砲台的延伸 那它也有給你這個傳送門 那這也是來幫助你去 使用這個電流擊擊棒 這個東西很少看到 我印象中非常少 這好像只有7代水紅有出現過 我的印象 基本上你就是稍微 對準一下你自己的線 對準自己的線 那這個是 就是 光鼠 反傷 傳 貫通 會比較推薦一點 好然後這邊 我有再試一個 這個 拷貝正中 正中拷貝流 那這個一樣 就是無視機制 我也沒在理這個 電流擊擊棒的 不過3AB有點燙喔 所以你要稍微 小心一點喔 你看像我這邊剛剛沒注意 就比較快被燙死了 好這邊稍微 尊重一下機制 就是 你只要 其實這邊 CB這邊逆0喔 你其實這樣打我覺得沒有比較好 你逆0這邊直接開SS 我覺得比較快啦 就 反正你這關 速度蠻快的 你也不用特別扣什麼二階 這邊有點開 這邊有點打錯了 好然後這邊 撞 逆0 然後 裡面在電流擊擊擊棒 正常來說是要靠這個傳送門啦 你要稍微算一下 這個傳送 那個板塊是來幫助我們的 所以板塊不是非必要啊 因為你板塊有時候可能也要 故意不遽能這樣 好你可以看到剛剛正中的那個友情喔 默默把上面那隻直接刮死 好王的部分 這邊 這邊真的要早點開 因為這關節奏是比較快的 然後 正中的這個其實也是有傷害啦 只是不明顯 光鼠還是比較痛一點 好這邊終於開SS了齁 好這邊再開個逆0 稍微算一下 好這邊正中 開封封 直接 直接刮死了 這個比較懶人這關法 好這邊 一堆小怪 軟軟 殭屍沒在管 快把直接王快出不來了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次殺攻1到10的 出日感想 然後隊伍推薦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你們喔 謝謝大家 掰掰